杨承林分手后永远不想邱泽的真相。当年邱泽狠心对待大坍塌,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。 前任渣男无数,情势丰富的杨承林为何选择了李荣浩? 范冰冰和大黑牛秀恩爱喜火头条,但是小编想来讲讲另外一对发糖的情侣,杨承林和李荣浩。 缘起当然是杨承林在康熙上谈到结婚的打算,说了,李荣浩是对的人。 具体是这么说的,李荣浩非常成熟,很会照顾自己,还会煮饭给自己吃。 婚姻的却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,但自己明白,对的人,的感觉。 看了还是挺感慨的,杨承林十五岁出道,琴歌唱了不少,男朋友也有好几任,但是真的没有遇到过对的人。 第一个被媒体所熟知的就是黄鸿生,两个人是彼此高中时期的初恋。 和大多数青涩时期的爱情一样,他们最终分手,好在还能继续做朋友。 在台湾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娱乐圈里,他们之后在最后决定爱上你有过合作,还有吻气。 初恋毕竟比任何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。 杨承林拍戏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,后来笑住说。 拍的时候我很紧张,像是这句我会是你永远的好朋友,就花了我好多心力才说出来,因为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。 黄鸿生也一样,她曾经说喜欢短发的女生,杨承林剪发后有记者问她会不会心动,她一直说漏嘴,她短发的时候比长发好看,可是她不需要剪短发,我还是会想住她。 但是也只能当朋友了。 他们之后还有聚餐还有见面,却没有恋情,因为杨承林一直在往前走啊。 黄鸿生之后,他和朱孝天,于文乐,贺君祥都先后传过绯闻,只是没有实锤。 以贺君祥为例,他说过他吻戏好,喜欢和他拍吻戏,而贺君祥也说过,错过杨承林很遗憾。 不过,注意一下就会发现,这几段绯闻都是在他们有合作的时候爆出来的,虚虚实实,就是没有个定论。 那叫暧昧,不叫爱情,杨承林的下一站,是大家的熟人,邱泽。 邱泽多年单当渣男角色,关键是历任女友,唐燕陈乔温杨承林,都曾经被他伤得体无完肤。 就拿大家都熟悉的唐燕来说,他先是和唐燕交往时勾打嫩魔李玉芬,再是和唐燕分手后,公关唐燕无理取闹。 唐燕红了之后,邱泽默默无闻,今年10月还在宣传时故意提了唐燕,表示想复合,结果被群嘲。 当时死活不公开恋情怕掉粉的秦高劲被狗吃了,所以他和杨承林在一起的时候,商人的事情更是没少做。 包括但不屑于,他和杨承林差不多8个月只见了10次面,冷淡到死。 看电视都会被凶,七天里耐不住思念打个电话,邱泽还能借题发挥,你难道不能给我点自由吗? 当年还有过邱泽与友人大讲杨承林他这样的新闻。 而邱泽对于前女友坦言被他伤得最重,仍然地重就轻,只说自己不成熟,一点也不认给对方带来了多大痛苦,不敢确认当年是否真的伤害过对方。 简直呵呵,不过还好,相对于唐烟的苦苦挽留,杨承林分手的姿态好看太多。 分手是他主动提的,之后虽然也痛苦过,但是都熬了过来,之前杨承林说起这段恋情,还能自嘲,当初干嘛跟他交往,并为这段情下了最强求的批注。 那之后他还有一个男朋友袁俊豪,是杨承林在演恶魔在身边的时候认识的,袁俊豪虽没在演艺圈闯出名号,但乖巧,上进,是他历任男友中,最受杨妈喜欢的一位。 他的父母曾带子求婚,希望他不要那么辛苦,当少奶奶就好了,结果他选择了事业。 所以这段感情就没有继续。 另一个前人王阳明,也是三板邱泽,情史丰富堪称中央空调,杨承林和他甚至没谈多久就果断分手了。 他的恋爱史,真的是跌跌撞撞撞,遇到过渣男,也有过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人。 大部分男生不能同时给他自由和安全感,所以才一路寻寻觅觅觅到今天。 但是啊,李荣浩和他们都不一样。他帅吗?不帅。甚至可以说是不好看。 在杨承林的历任男友里,就颜值而言绝对是被玩爆的级别。 可是,李荣浩足够有才啊。 只乎上专业的音乐贴说过他。 从李荣浩的作品里,你几乎看不出他有声疏或稚嫩的地方。 这种质量颇高的作品,在内地流行乐坛是极为少见的。 而且,做流行音乐的李荣浩从小自学吉他和低音提琴,是古典出身,功底扎实。 他2013年出了原创专机模特,提名第25届金曲奖舞相大奖并获得最佳新演奖。 又能弹琴唱歌,又能往边去作曲,这在音乐界可是全才配置。 而且在音乐人的身份之外,他显然也是个幼稚的恋人。 和杨承林还在暧昧期的时候,对方稍微打个去他都会脸红。 杨承林去看他演唱会他不知情,事后知道了,虽然不承认在交往,但是还是说自己很开心。 因为华纳的高层,不准还在事业上升期的李荣浩爆出恋情啊。 即便如此,他还是在微博上bue出了和杨承林的亲密照。 虽然很快就删了,但那也是某种承认啊。 两个人的互动,也是特别甜。 杨承林发过爆出爱劝晒太阳的照片,副文是,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,我家Yui晒得很high。 而李荣浩的歌曲自拍中也有这样的歌词。 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,眼睛也不愿意睁开,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。 杨承林和李荣浩还有个大型虐狗行为是,抢注给对方发生日零点祝福,而且都很简短。 还有在一起的第一个月,两人为了见一面天天大飞的什么的,北京、台北两边跑。 相比打电话都嫌烦的邱泽,李荣浩明显给杨承林的关怀更多。 所以这就是真爱吧。 杨承林在康熙上说李荣浩很会照顾自己,还会煮饭给自己吃,只说了这么平淡的小事。 一点也没提洋人怎么腻歪怎么定情,也没有说他很有才所以自己很欣赏什么的空话。 哪怕李荣浩长得不帅,对外基本低调形式不谈感情炒作,和杨承林所有的男友都不是一个类型的。 但他就是适合他的那个人。 31岁的杨承林好像终于遇到了一段能停下来的爱情,能够和以往所有岁月和解,静静地说一句,他是对的人。 感情中能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,又对自己好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呀。 幸好杨承林现在遇到了一个对的人。